西方史学史 伊拉斯默 被誉为实际的福尔泰 学术实验对于历史学 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最值得称到的 便是他对新约的编辑翻译和注视 由于天主教清定的 杰罗姆翻译的拉丁文圣经 段落含糊错误百出 伊拉斯默 着手从意并附上自己的平息 修正原意本中的理解错误 和不符之处 伊拉斯默的圣经研究 是对瓦拉等人的继承 1505年其所编辑的 瓦拉的注释的序言中指出 没有时间学习希腊文的人 完全可以从瓦拉的注释中 受益匪浅 而且他在注释性的段落中 多次引用瓦拉的观点 伊拉斯默的翻译新约的目的 就是为了试图真正的名副 其实的福音 他说一个新的版本能够 也不硬